我可以去鱸魚的鱸魚 所以我會去鱸魚的鱸魚 但是鱸魚的鱸魚絕對鱸魚的鱸魚 絕對鱸魚的鱸魚是狀態的 那當然是鱸魚的鱸魚 那是鱸魚的鱸魚的鱸魚 那是鱸魚的鱸魚的鱸魚 嗨,我是馬虎 大家,今天我跟你們一起討論一下 中國父母和日本父母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當然我父母是日本人 他們都是大阪人 所以我對中國父母的話 了解的不是很多 大家在評論裡面跟我分享一下 等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不好意思,這是防曬用的 防死,等一下 那麼第一,我就跟你們分享 我的家庭是什麼樣的 別的家庭有可能不一樣 我爸爸有一個比較典型的 日本男生的思想就是 男生需要努力上班 女生需要在家裡照顧孩子 所以我媽媽生我哥哥之後呢 我爸爸沒有讓他上過班 其實我爸爸呢 他一個人的話,他什麼都會 他做家務啊,做飯啊 他什麼都會 但是主要是我媽媽在的話 還是全是我媽媽來做 不好意思,今天下雨 應該有那個下雨的聲音喔 我住在上海的時候 我看到幾個家庭 爸爸來做飯的 而且媽媽的地位很高的 一般媽媽挺會主張 比如說,我模仿一下 我媽媽對我爸爸是什麼樣的喔 中國媽媽的話呢 你還要放嗎? 自己是錢 你們的家庭是什麼樣? OK,第二 我覺得日本父母呢 一般不會誇自己的孩子 特別是跟別人說話的時候呢 日本人一般需要非常的謙虛 我感覺中國父母就不一樣 比較自豪 我女兒英文挺好的 我兒子畫畫挺不錯 我說的對嗎? 如果不對的話在評論裡告訴我喔 OK,第三 我覺得中國父母呢 還是管你很多事情 就是你要學習 你要去好學校 你要結婚 你要深海等等 我小時候呢 我父母也帶我去學很多東西 數學課啊 英語班啊 跳舞課啊 游泳課啊 等等 他們還是給我很多學習的機會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勉強我去學 從來沒有跟我說 勉強上賽 這樣的話 自己喜歡就繼續 不喜歡就算了 是不是下雨的聲音太嚴重了 我就進去吧 稍等一下 但是我小時候我父母 正常跟我說這樣的話 我爸爸這樣說我好像 只能學習的感覺 然後我父母從來沒有催我結婚 我生不生孩子他們也無所謂 我爸爸的想法就是 過了20歲就是你的人生 我小時候我媽媽從來沒有教過我 學習方面的東西 她管我的大部分事情就是 理義方面的事情 比如說去朋友家 讓我帶點禮物啊 去別人家拖鞋的話 把鞋子要放緊起啊 撿到錢要交給派出所啊 我小時候還蠻調皮的 我小學生的時候 有一天我在自己家外面 跟我閨蜜一起賣東西 是origami做的那種東西 而且都不是自己做的 在學校裡別人給我們的 然後鄰居過來 看我們太可憐 她就全買下了 我們就賺到錢 開開心心回家 一下子被媽媽發現被罵了一頓 帶我們去鄰居家 道歉 還給她錢 對不起 我媽媽當時經常去別人家道歉 就是因為我太調皮 當時的那個閨蜜 現在也是我的閨蜜 我媽媽當時經常去別人家道歉 現在也是我的閨蜜 有幾匹空了嗎? 沒有幾匹空了 很可憐 哇 這不夠吃 这样的那个一起长大的朋友 真的是人生的财产 在中国的话 家人给你介绍工作 给你介绍对象 也很正常的嘛 我父母不是这样 就是找工作找对象 都是自己找的 OK第四 不过日本这个年代的人呢 就是很死板 我感觉他们总希望我 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在公司里每天上班 我之前发过视频 关于我辞职的事情 很多人跟我说了 我很能忍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 我知道我辞职的话 我父母会很失望 我爸爸是从大学毕业后 一直上班在一个公司里 上了快四十年 四十年哦 日本这个年代的人呢 相信 很大公司里上班 每天认真 做到退休 这样最好 这样最有面子 所以辞职 或者是找别的工作 对日本的年纪大的人来说呢 很不踏实 这个是主要原因 我一直没有辞职 可能也有代沟 我哥哥也是最近想辞职 想自己创业嘛 然后我现在也是自由职业 我教日语 我做自媒体 我总感觉我父母 不是很支持 他们也不会反对我们哦 他们从来不会说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就是我总感觉 他们说的都是负面的 你们懂我意思吗 你们的父母是怎么样 在中国的话 为了自己的发展 换工作啊 换公司啊 很正常的嘛 做得不开心 就不要做了 也很少人会责怪你辞职 这个方面我比较羡慕中国人 我一直以为 中国人比日本人爱面子 但是其实日本人 也是挺爱面子的 很多父母就是 自己孩子在大公司上班 比较有面子 你们现在应该懂了 为什么很多日本上班族 得犹豫症 我个人觉得啊 人不能太认真 觉得自己 不能继续了 就不要继续了 老是勉强自己 真的不健康 而且 人每天不开心的话 或者有什么意义啊 好像我话题 又变掉了 我说到哪里了 我说 日本父母的这个 传统精神呢 可能比中国父母 还更严重一点 OK 以上是我感觉到的 中日父母 不同的地方 当然 我没有在中国长大 我对中国家庭 了解的不多 而且中国大嘛 可能也有地区区别吧 你们在评论里 分享给我哦 如果大家对日本的家庭 或者教育上 有什么问题 想问我的 也可以在评论里面 写一下哦 那么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